來 藍隊 雖敗猶榮啊 真的 我們沒有保護好我們隊裡的名稱 我們就像是已經天廳了 起手天廳 然後最後被好人還抵自摸這樣子 真的很可惜 但是過時很過癮 真的很過癮 我們還是來講一下你們剛剛榮耀之星票選的誰 然後他們的意思 我是YC跟祭浦星 因為就是不用自己 他們這兩尊就是毀掉我們藍隊的兩尊玩家 所以我的票就是直接管到他們身上 我是YC跟誰啊 偉晶 哇 因為你的視角我放 你很放 因為我好第一個YC 是因為我覺得他在歸票位 然後每次都歸隊 然後第一輪他就已經完全鐵戰喔 鐵戰那個四號邊 所以我就覺得哇 好難打 YC是好難打 然後他也讓我覺得他有點像那種獵人的正氣 所以我一直厭錯 然後偉晶的話是因為我覺得他跳得很好 然後又發到我大哥精髓 讓我很好做的身份 所以我會覺得我一定放我個大忙 OK 好 我是那個 YC跟樸欣 因為如果樸欣沒有好的發言的話 好人沒有辦法認到對的那一邊 但是 下次狀態低一點 謝謝 很難 大概是這樣 真的太難了 我覺得我們能完成這樣已經非常厲害 因為大家這邊好人真的會不小心 一定不是故意 就是不小心那個氣勢會起來 是啊 所以我們 我真的覺得我們玩到這樣已經很厲害了 對 真的 真的 我是投 YC跟宇婷 YC就無庸置疑 YC就無庸置疑 他的廠廠歸票拿錦灰歸票都歸對 而且都很平 平步直序的把那個 那個邏輯輸出給好人聽 那至於宇婷是因為他從第一天 就其實就被1打被我打被11打 但是他還是藏住他的身份 然後甚至沒有讓死相鬼驗到 其實他其實藏的其實蠻好的 甚至到後面我還覺得有可能7是槍跳女巫 我也不會想到有可能宇婷是槍 所以我就投了一票宇婷這樣子 然後玩得很好 好人其實玩得很好啊 對 我覺得狼野玩得還不錯 我覺得我們也很棒 我們也蠻團結 對 本能是我沒有那個命可以拿分 實相鬼沒有被驗到是精髓 然後故意想要反水做身份 然後他反而是衝喔 這是玩得非常好的 衝到水 真的 好開心 真的一條心 我們刀到女巫還逼出熟人了 然後推著玉 然後刀女巫逼熟人 我們前面好漂亮 天圖開局 可惜 好我是投給了米娃跟古星 那我會投米娃的原因是因為 就是至少我站的還是有站到他的邊 就是我還是有聽出他像那個預言家的地方 而且他其實第一天狼坑是打1691 他只錯了一個1號牌是銀水 他沒有視角 所以其實我最後在六七選 我也有參考一點點他 他第一天就點了這個六號牌 就是我後來參考了很多很多的原因 所以我覺得其實米娃的坑還是點的蠻準的 他是打1691後面的坑幾乎是全部都保下 還是視野是非常正確 然後我第二個會投補星 是因為那一輪當版面跳出守木人的時候 我心想 哇這個狼人團隊很強 就是偽禁灌瑜加版面 其實我那時候覺得快聊不贏 但是那時候補星就已經在看著我 因為補星是守木人 所以他知道我是好人 後來補星的整個表水跟狀態 他就是有把好人拉回來 所以我覺得他們兩個都很值得MVP 那另外我覺得其實像 偽禁跟宇婷都玩得很好 就是偽禁的漢挑是不用說 他這場是 應該算是我們錄到現在 騙到最多好人的漢挑 那宇婷是最後也上了這個六 都是我覺得很精彩的地方 好我的榮耀之星第一名是給YC 對給YC就是因為 呃其實第一天他是非常重點的位子 因為大家都把他跟四棒一配嘛 但是他的每一輪不會配合 都讓我覺得我還想再猶疑 就是我不會鎖定四八或者是 剛剛的九或是 九跟誰啊 九跟另外一子忘記是誰了 十二 十二 對所以我就是一直沒有把八除出去 然後第二個是補星 補星的點是因為 呃 是補星讓我在更重度的 猶豫九號這個位子的人 所以補星跳爽木人 我真的覺得跳得非常好 而且他質疑的每個點 就是因為我覺得版面比較像假的 所以我就 因為補星的關係 所以我就每一輪都投給九號台 對 我是第一個投給YC 就是他是就是 可以說是帶領好人的勝利 因為他是少數站對邊的好人 然後並且把好人一直拉回來拉回來 而且那個溫柔之心真的聊得非常好 所以把好人帶領勝利 然後第二個是頭黑補星 補星就是 那個守木人真的跳得太好了 雖然說他要不起狀態 但是他還是起狀態 可是不得不說真的跳得超好 然後這場還有很多人 我覺得玩得很好 像版面他那個位子拍守木人 所以補星勢必的出來 再上小賴還有拍個女巫牌 就是老案老人視野 雖然說補星那時候好像已經摸了你這樣牌 好像是名牌 痘痘 痘痘 痘痘好像已經摸了 可是我覺得那個位子 跳女巫來 老案老人視野是非常厲害的 對 就是大家都玩得不錯 我是頭黑 YC跟普欣 是他們帶領我站回邊的 對 非常感謝兩位的鄉婷 因為我本身是非常死 這樣我已經變死到也不行 到後來我覺得 普欣的錶水跟YC的龜漂都 他們都非常好 就是把好人拉回來 所以我後面才穩穩的站在那個米娃邊 然後我覺得 YC很厲害的地方是 因為全場只有他一個平民是站對邊的 如果我是平民的話 我只有我一個人 我一定會感到孤單 並且傷心難過 但是 但是他還是可以然後的說服大家 所以我覺得那是他很厲害的地方 所以我那個卡上面YC是乘100 對 就覺得他真的很厲害 他說目前投票票數最 就是我覺得排第一名的 這一場玩得很精彩 我剛剛是投給YC 第一個投給YC 然後第二個是投給普欣 因為 我跟米娃算是從 等於看完整場 對 然後 因為我們的反攻號角 就是從普欣先PK贏 那個版面開始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 YC 因為YC 他從頭到尾就是 就是一個很厲害的警長 對 從頭到尾站對邊 但是如果 可以再加一個那個狼隊MVP 的話想給版面 因為版面他 他在刀隊我 然後又在那個時機跳 守木人出來 我們以為沒局了 當時 你是被版面刀的嗎 我是被他刀的 對啊 嗯 嗯嗯嗯嗯 嗯 我是投給YC跟普欣 對 YC就是 一直都是對的 從頭到尾都是對的 然後普欣就是 因為 在我的視角就是 我是一個從頭到尾 狂 站來站去站來站去的人 但是普欣最後有說服我 就是 我覺得他 還好他就是 非常的用力 就是讓我們這些比較 沒有視角的人 可以站回一邊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 他的本事 所以我就投給YC跟普欣 好 我是投給YC跟小賴 因為我覺得他 喔 YC就是很棒的警長 大家就是 就是不用多說 我們都有一樣的共鳴 然後那個 小賴是因為我覺得 他在那個位置 跳女巫 然後又混淆到 石像鬼去驗人 的那個 呃 過程嘛 就是驗人的順序 所以我覺得 就是我有一度 我那時候也有被小賴騙到 我會想說 天啊這雙藥女巫 我就 我就是 你還有毒藥還不敢用 然後還覺得 有點 氣他 就已經相信我了 你幹嘛還不毒這樣子 然後結果我沒想到 他是有點來擋刀 然後就是混淆那個 狼隊的視野 所以最後才會讓他們倒錯 那我就覺得 就是其實拼命 呃 就沒事角的人 在這場一定會覺得 比較難玩 但我覺得大家也都很精密 都有在拍雙邊邏輯 所以就是大家辛苦了這樣子 大家辛苦了 真的辛苦了你 你還哭了 我是投給YC 因為我覺得 就是幾乎全部的好人都 除了魔君 都沒有在我的邊 然後YC是一個人 從頭到尾 堅定不移的在我邊 然後最後帶隊成功 為我們這個幾乎 不可能贏的好人贏 所以我覺得 他就是唯一的MVP 對 Mira今天兩局都是很吵 就直接到頭 對 對 都直接不被信任 Mira看了兩場 我下次會都信任 對 就要鼓勵一下大家 下次不要 可是我 這兩場真的都很緊張 我覺得是因為太緊張了 那之後的最終選 就是大家加油 好 好 謝謝 謝謝 按讚訂閱鈴鐺 開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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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了快點 開了嗎